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20集 等老汉的小曲尾音一落 他对面一个二愣小子 破开喉咙 既像喊叫又像唱 本地的曲子不好听 叫咱包头后声 也吼上两声 有人喊叫说 还没轮上你嘞 有人说 就让这小子吼上两声吧 要不他嘴里痒痒嘛 众人都已经喝到了八成 红着脸 手指包头后声的嘴巴 哄堂大笑 这小子也就醉意十足的 咧开嘴巴唱道 六十六的老刘六下里分 唐僧在西天里取真经 取回来真经唐僧用 捅下了乱子 都怨孙悟空 这小子连鞭带舟 还满有嘴才 老碗现在轮到一个边乐呵 边在哭腰里寻狮子的匠人手里 他额头上扣着几个火罐拔下的黑印 嬉皮笑脸的唱道 人穷衣衫了 见了朋友告苦难 你有铜钱给我借上两串 阿威 我有脑畔山 甘阳湾 沙棚黄浩 长成船 搁成方子 聚成板 走云南 下四川 卖了钱而 再给老哥周还 这是一首地道的九曲 赢得了满摇贺彩声 酒碗在众人手里摇摇晃晃地传递着 各种调门嗓音 一首接一首唱着小曲 炉中的炭火照出一张张醉醺醺醺的面孔 窑里弥漫着汗烟和脚臭味 叫人出气都感到困难 此时 这些漂泊在门外的庄稼人 已经忘记了劳累和忧愁 酒精在血液中燃烧着 血液在燃烧中沸腾着 有几个过量的家伙 已经跑到外面呕吐去了 窑门突然打开了一道缝 从那缝隙中 伸进一个女孩子的脑袋 这是为她们做饭的小女孩 大概只有十五六岁 脸色憔悴而蜡黄 看了叫人由不得心疼 谁也不知道 她是从什么地方流落到这个城市的 小女孩探进头来 大概是看土豆丝还有没有 实际上早已经被吃光了 连盆底上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有几个罪鬼看见了她便喊 在炒上一盆 小女孩显然对这个场面有点恐惧 犹豫着不敢进来拿那个洗脸盆 少平看出了她的难处 准备把盆子给她送过去 但这时候 那个包头后生站起来 嘴的东倒西歪 往门口走 并且伸开双臂 下流的说 干妹子 让我亲你一下 少平忍不住把两只拳头捏了起来 在这个罪鬼通过她身边的时候 她悄悄伸出一条腿 把这家伙绊倒在人堆里 头正好跌进那个洗脸盆中 弄了一脸肮脏 众人在哄笑声中 把那包头后生推到旁边 她便像死猪一般再也爬不起来 这当口 那个做饭的小女孩 赶紧掉个头跑了 虽然没有菜 但看来这一塑料桶酒喝不完 今夜就谁也别想安上 酒碗继续往过轮 曲子仍然非常不行 现在 这只叫人恶心的黑老碗 又递到少平面前了 以前每轮过来 她不是装着出去小便 就是起来给炉子加煤 躲避着没有喝 这次看来不行了 因为这群醉汉发现 少平还没醉 就要强行灌她 少平只好准备喝着酒 但众人还不饶 叫她按规矩来 她只好也答应唱一支酒曲 这曲子是在村里闹殃格时 田舞给她教的 一来我人年轻 二来我出出门 三来我认不得一个人 啊哦哎 好像那孤雁落在凤凰群 斩不开翅膀 放不开身 叫亲朋你们多单程 单程我们年轻人 出出门 唱完九曲后 少平在碗边上 抿了一点 算是应酬过去了 但她发现塑料桶里 还有不少酒 心想轮到半夜 她也非醉不可 于是假装上厕所 从这窑里溜出来了 少平没有再回窑里去 她一个人转到街道上 慢慢溜达着消磨时间 刚从暖窑里出来 冷得她只打哆嗦 但头脑到一下子清醒了 远处 锣鼓声和嘈杂的人声 还没有停歇 天特别清亮 星星和月亮 在寒冷的夜空中 闪烁着惨白的光芒 孙少平捅着双手 走到清冷的街道上 内心突然涌起 一种火辣辣的情绪 她问自己 你难道一辈子 就这样生活下去吗 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 是啊 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 苦到不怕 最主要的是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这种流落生活 而有一种稳定性 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 双水村 她不可能再回去 尽管这次离家时 哥哥又一次劝她 一块合伙经营砖瓦厂 但她还是拒绝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 既然她已经离开了老窝 就决心在外面的世界 闯荡下去 要是一辈子待在双水村 就是发了家治了腹 她也会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 可是 少平已经安下户口的阳沟 对她来说 还是个陌生而不相干的地方 她在那里 也许永远不会有利追之地 她该怎么办 孙少平眼下 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 只能走着瞧吧 她的年龄还允许她 在等待选择的时机 当然 在她的思想深处 退路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概 还是亲爱的双水村 孙少平一直在黄园街上 转了很长时间 才返回到筑地 她走进垃圾堆旁的那孔破窑洞 醉鬼们都已经躺在了一片黑暗中 窑里充满了热烘烘的臭气和酒腥味 少平悄悄爬进自己的被窝 但很长时间 仍然没有睡着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 有人倒霉了 有人走运了 有人在创造历史 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 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 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 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 这边万里无云 阳光灿烂 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 地裂山崩 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 今天和昨天 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 也许人一生 仅仅有那么一两个 辉煌的瞬间 甚至一生 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细想起来 每个人的生活 同样也是一个世界 即使最平凡的人 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 而战斗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 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因此 大多数普通人 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 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 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 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 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 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 那些看破红尘 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普通人 时刻都在为具体的生活 而伤神费力 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 这些云云众生的努力 是那么不值一提 不必隐瞒 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 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 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骑马生活 更重要的是 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 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 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 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的最高工钱 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时 少平曾装的一个字也不识 现在他又装成了文盲 一般说来 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 念书的人吃苦精神 总是让人怀疑的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 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 也不往出拿 不洗脸 不洗脚 更不要说刷牙了 吃饭和别人一样 端着老碗 往地上一蹲 有声有响的往嘴里爬了 说话是粗鲁的 走路拱着腰 手背抄起 或捅在袖口里 两条腿故意弄成螺圈形 土坛像子弹出膛一般 大便丸和其他工匠一样 拿土疙瘩当手指 没有人看出他是个十字人 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 外出谋生的庄家人 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 就是在晚上睡觉时 常常失眠 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 好在 别人一躺下就拉起了呼噜 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 如果大伙知道 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 就像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 会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 劳金损骨熬苦一天以后 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 而且在静静的夜晚 一躺进黑暗中 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 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 但大多数情况下 思想是漫无边际的 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 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 交叉重叠在一起 这些散乱的思绪 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 当然 不踏实的睡眠 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 他终究年轻 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清明之前天气转暖 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 黄原河岸边的柳枝 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 周围山野里 向阳的坡洼上 青草的嫩芽 顶破潮润的地皮 准备出头露面了 在工艺场的工地上 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 一上工便脱下 撂在了一边 现在 宿舍楼起了第一层 楼板安好后 开始弃第二层的屋墙 少平的工作 是把浇过水的尸砖 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 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呀 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 可是 少平应该干这活 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战场监工的 是包工头胡永舟的一个侄子 他年龄不大 倒跟上他叔叔学的有模有样 嘴里雕根黑棒卷烟 四处转悠着 从早到晚不离工地 只手画脚 摇摇赫赫 胡永舟本人 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 就不见了踪影 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 要四下里跑着指挥 晚上 他是回这里来住的 胡永舟和他的侄子 分别住在工地旁 厂方腾出来的咸窑里 紧挨着的是造房 做饭的 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 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 也是胡永舟的亲戚 这老汉和胡永舟的侄子 住在一孔窑里 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造房里睡觉 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 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工程大忙以后 需要的人也多了 胡永舟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召回一些工匠 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 人手一多 一老一小两个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 他们光做饭还可以 但那个老汉还监管财买 大筐的土豆和白菜 五十斤一袋的面粉 老汉一个人拿不动 胡永舟突然决定 由邵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 对于工匠们来说 这是个轻松活儿 人人巴不得去干 但胡永舟念邵平是一个县的老乡 把这好差事交给了他 我给你带来了